这个男人太厉害,无基础,无背景,精力全网黑,为何依旧能成为不可复制的顶流? 肖战毕业于重庆工商大学,2015年以选手身份参加《燃烧吧少年》接触娱乐圈,摸爬滚打三年多, 凭陈情令为无限一决赢得广泛关注,成为众人追捧的偶像,一时间风头无两,狂澜粉丝千万, 所谓人红时悲多,一场轰轰烈烈的粉丝维权活动激怒了众多网民, 让这位爆红不久的明星成为众人抵制的对象,人设形象,演艺事业遭受严重影响, 肖战作为当事人发文为27事件道歉,主动承担两大责任,向那些因为他失声而受到伤害的人郑重道歉, 第二个责任,明确偶像和粉丝的关系,肖战表示,自己有正确引导积极提倡粉丝的义务, 倡导粉丝给予多元化审美的尊重,肖战经历了被万人潮的低谷后,没有因此而颓废, 沉寂一年的他认真反省自己,花了很多时间做公益慈善,人品也得到央视的肯定, 人民日报点名肖战,自度发生三观端正,肖战的处事态度值得肯定, 改头换面的他走上了话剧的舞台,出演了《如梦之梦》中的五号, 演技再次被得到认可,王牌部队的精湛演技,让无数观众拍手叫好, 商务资源也越来越多,一个具有优秀品质的明星,他的热度不是昙花一线, 肖战能赢得大众的普遍喜爱,归根结底在于他这个人, 始于颜值,先于才华,终于人品,愿肖战不负热爱,不负真心。